世界脈動 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B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聞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Karl 今天我帶來一個特別的來賓 Jerry 從Opage過來的 可以跟大家問個好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Jerry OK OK 那當然我今天邀請Jerry過來 最主要就是來探討一下一些話題 那在我們開始之前呢 我們特別的已經開啟了這個贊助捐贈的平台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因為我們在這個疫情當中呢 我會繼續的跟大家做更多的直播更多的消息 那在這邊大家可以看得到可以贊助給我們 按進去的話當然就打amecnews.com 然後slash donate 那你就可以直接進去了 OK 那今天我們來到我們的話題 我們最主要啊 很剛好 其實我周末的時候見到Jerry 那我們原本是去見一個在台南的客戶 那台南客戶不知道有沒有在看我們的YouTube 有的話記得幫我們按讚 那我們就聊到說是不是可以透過這個網路直播平台 跟大家更讓大家更了解澳洲每一區塊怎麼這樣發展 結果沒想到呢昨天澳洲總理居然公告就說 未來澳洲的什麼房地產的auction啊買賣啊全部停止停業 我想說哇怎麼會那麼剛好 然後我們今天又開了這個節目 那我們我相信可以對非常多想要去澳洲投資房地產的朋友們 那也非常大的幫助 尤其是現在的這個澳幣啊非常低賤是多少啊 我不敢開 哈哈哈哈 我的心在流血 哈哈哈哈 好像好像在18上下 因為那沒有啦至少比上禮拜好 上禮拜挑16 都一樣 OKOK 那Jerry我們 你今天要跟我們介紹哪一個區塊 今天是要講烏輪嘎巴 烏輪嘎巴在哪個地方 在布里斯本市中心的南方 南方齁 南方就一個有點像台北市跟可能永和這樣子 就過一個橋就是一個區的概念而已 是是是那邊好像有一個蠻大的球場是不是 就Gaba球場啊 Gaba球場 Gaba球場我記得的話應該是專門在打板球和踢 玩那個奧 趕籃球那種 奧式趕籃球 大家有沒有看過奧式趕籃球 afl 可以運球又可以有踢 又可以 很自由的 又可以撞又可以 沒有打 不能打啦 蛮刺激的 蛮刺激的 所以他感覺上好像把足球 籃球 橄欖球 還有拳擊 加在一起 音樂會 還有音樂 他那邊辦音樂會 對對對 所以是非常大的一個 蠻attraction的 蠻吸引人的一個地標 那他應該是在故事橋一下來 對 也很近 對 OK 今天Jerry 帶給我們幾個網站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網站在講什麼東西 這個是在講這個 realestate.com.au 這個本來就是在澳洲當地很重要的一個 類似我們台灣591的一個網站 是是是 那今天其實最主要要跟各位觀眾提到 Action這件事情 因為Action這個是每週六在澳洲 很稀鬆平常的一個房地產拍攝會的活動 那很多每年度的成交量 大概有將近一半 都是從Action來的 那所以要分析 要了解澳洲房地產市場 一定要知道Action這件事情 OK 那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看到每個州的這個 Action的這個拍賣清空率 現在大概 那個維多利亞州六成多 新蘭威爾斯七成多 昆斯蘭四成多 實際上現在都是處於一個低迷的狀態 也是因為 因為這是上週六的數據嘛 是 那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低迷 所以很多人都不太願意出來參加Action 很多屋主也甚至不願意把他的房子 在這個時候拿出來賣 那一道房子結果得標 中標不是 得標也中標了 那就不太好玩了 那為什麼想要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因為你要了解澳洲房地產市場 一定要知道這個事情 那Action在這個疫情嚴重之前 這個比如說好 比如二月份之前 大概發生什麼情況 其實去年的大概六月七月那個時候 正是澳洲房市從底部往上的這個趨勢 價格跟成交量都逐步往上升 所以基本上它是現在目前澳洲是處於一個賣方市場 那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整個這個拍賣力都壓低了 其實之前正常 雪梨科膜粉都已經是八成以上的這種 我看這個數字我會感覺到 你看 那個 New South Wales 七成 然後維多利亞六成七 那也代表 那就是為什麼那邊確診率比較高的感覺 也會 很有關係 除了去他們去海天以外 他們去看房子看太多互相傳染 也是有可能 所以這個你在網站上這個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我們這樣子去統計它 因為下面都有數據嘛 對 好 上週六 大概可能整個澳洲的成交量 大概差不多四千多套房子 那你這四千多套你這乘以五十二週 你就可以得到 如果照這樣的趨勢的話 那可能今年度澳洲的房地產成交總量 可能大概在二十幾萬而已 那為什麼要提這二十幾萬 澳洲的人口跟我們台灣差不多 兩千三兩千五 那我們台灣在評估我們自己的房地產景氣如何 大概三十 移轉動數三十萬動大概是一個指標 低於三十萬我們就覺得這個是房地產第一名 成交量不好 那我們之前成交量最高的時候 一年度還有到甚至到五十萬動 那在現在目前疫情如果照這樣看是二十幾萬 可是其實在二月份之前 實際上在很成交量好的時候 拍賣情況率大概都八成以上的時候 實際上那個成交動數都四十幾萬了 所以 你說全澳洲 對對對 所以我們可以大概可以感受的說 其實像現在這個情況澳洲之前可能沒有 可是我們台灣有過類似像這樣的經驗 因為像現在目前這個情況 其實讓我想到我們的SARS 還有那個奢侈稅 因為在SARS跟奢侈稅之前 實際上台灣都屬於賣方市場 價量都是齊陽的狀態 那現在澳洲其實已經有點出現這樣的情況了 因為在這個疫情還沒有爆發之前 實際上 移轉動數少 可是價格 就是想要屋主想賣的 其實很吸收喔 然後可是價格一直往上 從去年六月份開始 所以其實目前的澳洲市場 實際上是在往上的一個階段 那可是現在疫情把它給壓抑住了 那總理現在甚至都宣佈 連Option這個活動可能都要禁止了 那這個就會讓我想起 所以跟SARS的情況 整個交易量都萎縮 那在這個疫情如果改善的時候 我認為它會再爆發出來 所以需求還在 現在應該是先換澳幣的時候 對啊 然後等著進場是不是 對啊 因為為什麼我會叹氣 因為收到的 他賺的錢縮水 縮水 因為你看現在 所以要捐助 贊助捐助我們 然後我們再去 我們會捐助給Jerry 我也覺得 蛤 挺可憐 Anyway 我們support他 OKOK 那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你給的是 CoreLogic的這個 數據 對對對對對 所以這個 我們往下看一下 因為我想要講一下現在的價格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是成交量 這個東西嗎 對 不是不是 再往下嗎 再往下 再往下 這個 OK好 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 OK 這樣子來看 好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 第一個 在過去的12個月 其實就過去一年中 雪梨漲幅是大概10點多 墨本是10點多 然後布里斯本是1點多 那 以過去五年來比 實際上也都成長很多 所以 從高峰下來來看的話 實際上都 現在其實目前都是往上走了一個階段 那 所以會回應到剛剛我所說的 實際上現在的澳洲房地產市場 是屬於賣方市場 價格都在往上升的階段 那現在疫情的關係 現在甚至連Oction 這麼重要的一個房地產拍賣活動 都把它停止了 會讓這個價格急速的 會讓這個成交量急速的萎縮 因為屋主根本就沒辦法拿出來賣 那這個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後 我認為它一定會爆發 再爆發出來 會跟SARS跟那個 那個 奢侈稅 奢侈稅的時候 再把它沖上來 對 OKOKOK 所以這是要注意的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 當然是介紹有關Woolongaba的部分 所以Woolongaba在澳洲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它在這個domain的網站 它是有力需要4102 所以它還是算Inner Sound 它在Brisbane 所以我之前在很多的video跟大家講過 如果你去到澳洲 你沒有去過Brisbane 等於沒去過澳洲 不過呢 其實澳洲很多地方都很漂亮 對對對 只不過現在這個航班很多的限縮 造成非常大的問題 那當然這邊 可能Jerry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Woolongaba的部分 好嗎 Woolongaba其實它最主要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 它很小的一個區 實際上我們在看澳洲的CBD 實際上那都很小的一個區 可能一個CBD 它可能就是一個大安區 就這麼一個大小而已 它沒有的大 它就這麼一個大小而已 那這個Woolongaba 在這個布里斯本市中心以南 就隔一個區而已 所以那它也很小 你看它人口也才5000多而已 5633個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居住人口 實際上很多都是這個租賃市場的 租賃市場 可以看到在我們螢幕的正下方 這個地方 對對對 那所以它那邊的人口的主層 是很年輕的 20幾到40歲以內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那邊靠近學校 又靠近這個大的醫院 所以三個學校 三個重大醫院都在那附近 所以在那邊的居住人口 大部分就是可能是學生 也有可能就是這些醫療人員 比如說護理師或者是醫生 然後離那個市中心又近 對我們這邊看到地圖 地圖大家有注意看的話 就布里斯本市中心 就在那核套中間 很大的布里斯本的這幾個字 那下面那個框起來綠色的地方 就是Woolongaba區塊 所以它在河中 跟這個應該是講 跟市中心只隔一條河 中間那一條 那一條 不是喔 這一條才是 故事橋 故事橋 那這一條是那個去市中心 從南區過去的那個橋 對對對 OKOK 所以基本上 它離市中心非常非常的近 然後它的Market Trend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可能Jerry來講解一下 嗯 這邊 但這個只是在講這個 它的這個成交的這個速度 天數 他們連這個都會統計出來 那基本上 最長 大概可能六個月 最短大概兩個月 OK 所以你如果要賣房子 或是Unit的話 它的時間是這樣子 對不對 OK 那這邊好像有一些重點的 交通的建設是嗎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在 這是布里斯本的這個市中心的網 市政 市政的網站 市政府 對對對 它有講到 Priority Development Areas 然後這邊就講到了 有Bowen Hill 然後Wurongaba Wurongaba 然後Brisbane Porter 這些都是 目前這個布里斯本市政府 重點優先發展的這些區域 那這些區域其實在未來 其實也不要說未來 其實它已經是現在進行式了 是是是 一定會帶動那邊的這個 以房地產而言 一定會帶動那邊的買氣 是 因為建設都在那邊 像 Creensworth Brisbane 這個也是列為它的重點發展圈 這個 Creensworth Brisbane 這個已經是 這個 布里斯本的 地標了啦 這個最重大的 最受矚目的一個 一個區域了 可能下次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這個 可以啊 然後在這個通的網站裡面 也有講到了這個 Brisbane Metro Brisbane Metro是什麼東西 就是它的捷運 捷運 OK 那它的捷運是直接可以通到 從Brisbane市中心通到 基本上是南北向的一個通 好我們往下 我們直接看有沒有地圖 它的捷運的這個長相什麼樣 其實這個到這個 布里斯本市政府的網站 其實都看得到這些 OK 好看一下這個地圖 基本上現在 布里斯本有 最主要是有三條捷運線在動 Metro 1 橘色的 還有Metro 2 這個藍色的 那還有一個綠色的跨河鐵路線 那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 地圖可以放大嗎 地圖 我看看 OK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烏輪嘎巴區 基本上就是在 這一個 烏輪嘎巴區在這個地方 對 我現在要滑鼠繞過去的地方 對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它就一站 就到這個 Elbert Street 這個市中心的 一站就到市中心 對 市中心那邊就是 昆山科技大學跟那個 植物園的那個地方 也是在市中心 Elbert Street 所以它很方便 那 這個車站其實 就是目前這個 這個 右線發展區域的這塊地方 那 我們是有一些項目是 也在這個 這個 地鐵站附近 OK 所以你要聊 講一下項目是吧 那我們就跳到第一個去 是吧 項目喔 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然後 你再跟大家講說哪一個比較 建議買嗎 CP值高嗎 是不是 大家都想要聽這種東西 CP值高 其實 就是 每個客戶都想要CP值高 可是其實只有適合跟不適合 對我而言 這個現在我們在螢幕上面看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個是South City Square South City Square 那這個項目實際上是 如果在烏龍嘎巴區 我最喜歡 個人最喜歡的一個項目 因為它離這個 這個 Metro One捷運站 跟跨合體路站 捷運站都近 走路都可以到 那它本身 它不只是蓋房子 它已經是蓋一個社區 一個community 所以總共幾棟 住宅就六棟 然後 那它裡面有多少戶呢 哇 這個將近千戶 千戶 對對對 造證的感覺 造證 然後飯店也有 軍樂飯店也會蓋在這邊 軍樂飯店會在裡面 所以海也會在裡面 是的 喔 okokok 雖然現在飯店沒有人租 沒有 要蓋完以後 疫情都過後 飯店是最後蓋 它現在先把 住宅跟這個商場蓋起來 商場它會 那個Walworth也會進駐在它的 整個地下商城裡面 所以它地下是 商場 那一樓是什麼 就住家 然後那個零售店 零售店 一樓是零售店 現在已經有住戶 在那邊了 所以有一些商家 咖啡廳 有 咖啡廳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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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餓 �願 勇音中心 然後荷腰也都會有 藥局也有 哇 重點是還有電影院 去了 哇還有電影院 八大廳的影城 哇真是假的 所以我們在賣一些項目的時候 我們說我樓下是有 Walworth 有Coors 那 有 有飯店 可是我覺得這個都還好 已經甩了是嗎 呵呵 就因為 相交之下 我家樓下是隱層 感覺就牛逼啊 所以這個項目是我覺得 就無論Gabba去我是覺得 很不錯的一個項目 我們來看一下它有 這是空拍 其實我們上次去台南也是 介紹這個項目喔 是嗎? 了解了解 好 那下一個呢? 下一個我們來看看 這一個呢? 這個就是在這個 Gabba球場旁邊 那 蓋好了嗎?這個 還沒還沒 這個都是 都是預售階段 像剛剛那個是 因為分六期嘛 已經蓋好三期了 OK 然後 其實 那 像這個是預售的 所以它價格也不高 一到三房從 澳幣三十九萬八期 其實上面秀數一定都是廣告價 OK 所以找你會更便宜啊? 沒有 價格都是開發商店 都一模一樣的啦 OK 所以它的這個 它高樓層是可以直接看到 Gabba球場 很漂亮很漂亮 所以有的客戶 喜歡覺得很熱鬧 可是有的人覺得怕吵 因為它 時不時就是音樂會 就是運動盛事 那個聲令很大 因為Gabba球場 隆納這四萬 所以噪音會不會是一個問題啊? 所以怕噪音的 它就不會選這邊啊 但是它很近 因為樓下就是 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娛樂 這個球場在這邊 然後捷運站 用走了就到 不過還好啦 因為我住過澳洲 澳洲基本上這種大型的活動 它也不會給你拼到很晚啊 噢 沒有像台灣的小巨蛋一樣 對啊 它不會給你拼到很晚 對啊 你可能就是10點就結束 因為他們澳洲人是早睡早起的 對對對 那最後一個我們來 還有一個這個是 這個也是在這個捷運站一線 Metro One的一個捷運站口附近 那它也跟那個South City Square一樣 它也是屬於一個 一個大型的造證 但是它 並沒有像這個South City Square這麼大型 OK 這是另外一個可以選擇的項目 理解理解 那這三個起來的話 你會建議哪一個比較好呢? 其實我如果有客戶想要的話 其實我都是推薦South City Square 因為它這個社區有自己的社區巴士 然後甚至還有那個 社區巴士 而且直接可以到三個重要的大學 昆斯坦大學 昆斯坦科興大學 跟葛林菲斯大學 都直達的 然後它自己很先進有一個 電動汽車的共享 共享電動汽車 也是社區的住戶在使用的 它可以開出去嗎? 可以可以開出去 所以你如果開出去 然後不把它開回來怎麼辦? 不行啦 那個是要登記的 我怎麼都在想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OK OK 好 那今天的這個簡短的視頻 我們基本上很開心 這個 謝謝 讓Jerry過來 那如果觀眾朋友們 喜歡我們這個節目的話 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告訴我們 說你可能想知道哪一些區塊 那我們之後呢 這個節目也會持續 然後請Jerry來跟大家做更多的 每一個區 每一個區的介紹 因為我發現這個部分是 在海外很少這麼做 大家都是在賣項目而已 沒有在介紹區 所以我們想要用這個方式 來呈現讓大家更了解 那個區到底有哪些東西 OK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video 感謝大家的觀賞 那如果你喜歡的video 歡迎到我們的臉書粉專 還有到Opage的臉書粉專 幫我們按大大的讚 那最後到我們的youtube的頻道 按下訂閱 那今天的視頻就到這邊 謝謝觀賞 掰掰 掰掰